中日之间 经常讲的是 一一带手 一为啥 那么两国人民 在历史上的场合当中 不许共建 当然也无关系 也立即了康格 在进入新时代 作为永远的生命 我们礼礼 一事为鉴 共康未来 严礼相互争 我们要坚守 中日四个政策理念 遵循两国人民 把这个诺势 把中日关系始终 稳定在 和正确的诺势上 我想各位讲的第二点 就是 中日之间 友好合作 务实合作 有着非常深厚的机会 也有非常广阔的铁键 所以 投钩锻炼 阵营对抗 这个不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 根本的 违背 历史和时代的朝着 那么中共的二十大 已经吹响了 新正常的浩劫 中国的外交 中国的高质量 都要开放 也按一下 加速警告 所以我想 中日的务事合作 应该 按一下 加速警告 来共同地做大 你的谈判 来为我们两国人民 带来美国的福祉 这三个我想 跟各位讲的 就是 中日 两个人 都是地区 很重要的 也是世界级的大 所以我们对这个地区 对世界的和平稳定 是赋予共同的责任 那么今年呢 是中日和平奥条约 在地铁四十五周 我们希望和人房一到 重温这个调选 重温这个调选 与行政调选 发展 中日关系的 真诚的期待 很愿意呢 和日本各界 有时之时一到 来共同的努力 实现我们的努力